杨坤终于回应关于刀狼新歌的争议了 最近这段时间 刀狼的新歌《博刹海事》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尤其是里面的歌词 更是让网友们质疑是在内疚 那英杨坤等人 中今不仅那英评论区的恶评 超过了数百万条 就连杨坤的评论区也未能避免 延评也超过了数十万条 现在的评论不仅仅是为刀狼讨不平了 如今已经演变成了网报 虽然现在内英并没有当回事 依然带着女儿在日本进阶购物 对于刀狼的新歌没做出任何回应 不过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杨坤 在7月28日这天却罕见回应了此事 杨坤对于一位网友的留言做出期回复 这位网友并没有替刀狼说话 也没为行英杨坤汪峰等人求情 只是用客观的角度去评论这件事情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别绑架底层了 被你骂的也是底层 罗叉海誓 这哥可能骂的就是你 这句话也是得到了杨坤的认可 直言最后一句说对了 或是想尽快让这件事情牺牲你 也是想尽快让这件事情牺牲你 不要拿这一首歌到处去网报别人 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件事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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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